如果我今天希望在这个最后的栏位里面增加一个封面 就是说在那个表格里面要秀一个图档 他秀图档他当然这地方办理档已经给我们这个图档的名称 图档的这个小的缩图了 所以如果今天要把这个缩图放在这里面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个或者也是一样进到编辑资料栏这个地方 接下来一样的方式我们找到底下 刚刚是用这个hyperlink的feel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用那个图档的话 他有增加一个控制项叫做imagefeel 也就是说你要增加一个imagefeel就可以了 这个加入之后的话 并且把它的名称把它改成封面两个字 这个名称的部分呢自己可以去修改 当然别的栏位里面有些英文的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中文 封面 封面 接下来我怎么样去找到那个link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 这个它的资料的来源 它的link的位置在哪里 那这边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图档的位置部分呢 图档的位置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记得是在link 这里的话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我第一个我要先让他知道说 我图档要抓哪一个 我图档的来源 因为这边会有个变数嘛 我秀出来要根据什么呢 我要根据book ID而来的 因为图档里面的名称档名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book ID产生的 所以它的名称来源就是这个 接下来的话底下就给它一个这个符号 拨档符号就表示说呢 我的现在的这个档案位置的同一层底下 会有一个image 记得斜线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斜线 然后呢 它有一个image的一个资料夹 那里面的话呢 会有这个档案名称 那档案名称呢 它的符号跟刚刚是一样的 就是说一个大瓜符里面一个0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的是小的图档 那后面就有一个small 图档里面有一般的图档跟small的图档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输入这个small 这个small的图档 后面再加上什么呢 点gif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组成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呢 就是配合这个book ID而来的 好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栏位 本来没有的 现在有的 变成封面 我们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资料细节 这边的话就是这个栏位 记得把它改成book ID 也是在资料底下 资料底下的这个 data image url field 然后呢 它的入境 就是url format format street 应该是后面有一个format street 也是跟刚刚有点名称有点类似 那打案的名称就是这样子 一个波浪状形状的符号 加上斜线 image 入境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一个大瓜糊林 然后再加上small.gif 那我们秀出来的结果 就会是像这样子 我们把它秀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就像这样子 最后的话呢 会在这边呢 加入 会有一个这个 封面出来 那当然封面上面呢 就是 根据的是前面的这个阻挡 是没有错的 好的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把画面画给各位一下